大哥好 大師姐好 老師好 開春回來 大家就 有培養很好的經歷要一搏 對 所以非常好 評審聽得都非常開心 觀眾評論更開心 首先請到我們洪敬堯老師 請做講評 好 顏梅今天的聲音有點雅 你這個聲音的雅度 剛好唱這首歌 可以增加這首歌的一些的那種 柔情跟那一種苦味 但我發現顏梅在唱 台語苦味的歌曲 你有你自己的味道 好 這種感覺有一點說 我們台語說 鹹酸甜 鹹酸甜 其實就跟你的名字一樣 甜 甜 鹽 鹹 梅 梅子就是烏梅 很酸 剛好你唱這首歌 就好像你的名字一樣 但是在你的這個味道裡面 有很多唱台語歌的人 是用哭腔去營造那種苦味 加重那個語氣 但是顏梅其實是不太有哭腔 卻能把它唱到 我覺得這就是屬於你自己的味道 這是非常好的 好不好 加油 謝謝老師 仁豪今天挑戰宏大哥的Vancent 我覺得這首歌 雖然其實它是一首比較傳統式的 它還是有很多的轉音跟口音 其實是要用一點這種 音感的口音來唱 比如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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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其實你在第二次 就沒有唱到那麼地硬 我覺得你的第一次是很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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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應該要揉下來 然後到最後 我覺得最後就是 拿這個分數的一個重點 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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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中 其實這邊的轉音 還是都有一些很細膩的地方 仁豪只要再把這幾個地方 再分別出來 我覺得會加 把這個歌帶到一個 更高的分數 好不好 所以這些點 你還是要加油 好不好 謝謝老師 好 翁立宏老師請 妍美這一首歌 很適合你的唱腔 但是因為這一首歌 有很多微音 他的這個 他的這個阿韻 押韻 是音的音 所以 像 愛你刻分的甘心 對 甘心 你會變甘心 像 像成 成功的成 唱台語歌就是要交代清楚 但是我要給你鼓勵 我要給你加油 就是你在第二段 A段錄歌的部分有一句就是 那是想要搬回 這個我有記憶嗎 妳唱得很好 妳就是 那是 稍微停頓一下 然後趁那個空檔 妳偷偷地吸氣 這個是很棒的一個 很從容的一個技巧 繼續保持 加油 謝謝老師 仁豪 人家說 都挑那個超高難度的 紅龍紅大哥的歌 因為他的歌太好聽了 但是也太難唱了 所以這個很危險 唱得好就會得很高的分數 但是唱不好 那個味道就是 就是很奇怪 就是不會出這個味 Mansett這樣的歌曲 其實它有很多的段落 都是要一氣呵成的 這樣子的情緒才會連貫 因為妳的吊太貫 我用清唱好了 穿三粒 水溫中客 有沒有 一口氣 田中的益 就是要一起喝醉 對不對 到那個 你不要急 田中的益 因為後面那個板太高了 你要拿樓梯板 什麼 太高了對不對 所以我們準備要八架嘛 你不能記住了 因為後面那個音要唱要很遼闊 那這個板你沒有做後面做那個動音 做遼闊這樣聽起來很矮 你會 音 音我 不 板 太硬了 如果能在家後面先拉直音 不 板 就比較遼闊 這個動音 就聽起來會撩壞 沒得到 那沒得到是可以透過轉音 讓它更圓融的東西 所以台語歌之所以那麼迷人 可貴的地方就是在這邊 紅樓大哥說實在 他已經把這一首歌唱得很經典了 所以你這一首歌要拿來挑戰 你其實真的要多下更多更多的苦心 加油 謝謝老師 丁曉雯老師請 顏眉的這個音色 真的越來越沙啞 就越來越適合唱一些台語的 傳統的歌謠 與其說你是療傷的歌手 我覺得倒不如說你是受傷的歌手 因為其實你唱來沒有療傷的效果 你仿佛就是那個受傷的人 我覺得 我覺得你現在最厲害就是 只是我覺得今天進歌的地方 音準非常不穩定 然後到了後面還有唱錯詞 對不對 所以真的扣了分 要不然今天的得分應該很高很高的 然後最後面一次副歌 我特別喜歡 是因為我發覺你整個人的表情 不只是音色 你整個人的表情 情緒 全部埋在歌裡面 你有很高的潛力 希望你能夠更穩定一點 把它發揮出來 謝謝所有評審 來 看田園梅的這首歌 能獲得幾分呢 評審請給分 家裡有丁英老師 每天做秘密特訓的顏梅 這首歌可以得到幾分呢 70 80 90 90 91 小數點是多少 1 2 3 4 恭喜得到91.4分 謝謝老師 接下來看陳仁豪 這首萬聖堂的 萬貴婚呢 評審請給分 從今天的選歌就看得出 他想要拿分的企圖心 仁豪這首歌得到的分數是 70 80 90 90 91 91 小數點繼續跑 恭喜得到91.8分 謝謝老師 好 兩個人表現都非常非常優秀 接下來介紹我們3號參賽者